每个人都知道在一份研究中 衡量信息的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你是否无视了一些未经检查的资料 就直接用于你的研究中了呢 你又是否知道你在检查资料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你是否检查了这些资料是不是准确的 它是否来自一个可以信赖的资料来源 它是否准确无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 它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 它是否较全面地论述到你议题中的观点 最后这些资料到底是否与你的研究范畴 或者论点有关联呢